你剛剛寫的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記得你在存檔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請你另存新檔 點選瀏覽的時候 一樣存在你自己的儲存隔離 但是一樣存在剛剛的那個位置 只是說原來是活業部 OK 那特別注意活業部的副檔名是XLSX 那裡面的話是不能夠儲存任何程式的 包含聚集 也就是如果你儲存這個按下去的話 那跟各位講你的程式就會全部消失了 所以之前同學存錯檔交過來的東西 裡面都不見了 那怎麼辦 沒辦法就不回來了 重做吧 OK 所以特別注意 記得如果你等下存檔 記得另存新檔瀏覽的時候 請你把這個地方改成叫做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也就是說呢 它才會把程式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那最大的差別是它的副檔名改成XLSM 本來是X有沒有 改成M OK 如果你沒有改對的話 那你的程式 你剛剛寫的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然後你按儲存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一個把它儲存 好 那有什麼地方 不一樣 特別注意喔 我把那個檔案打開給各位 這個地方把它比較大的圖示 你會發現喔 其實最大的差異在這裡 它這個檔案有沒有 這個是原來的 XLSX 那這個是你要交的 所以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你要繳交的不是這一個喔 是這個才對喔 那圖示 你可以看一下喔 你可以從這邊看啦 XLSM 第二個的話這邊有驚嘆喔 那假如說你存成這個交過來的話 那就是錯了 裡面沒有任何程式喔 程式跑哪裡去 刪掉了 舊的回來 舊不回來了 OK 所以請特別注意喔 OK 那你們今天的部分喔 你就把它存起來 繳交 就OK的 畫面還給各位喔 好嗎 OK OK 感谢观看